这不合适吧 这没什么不合适的吧 这当然不合适了 就这么定了 庄叔跟程老聪睡他午 我睡庄叔 不行 不行 我不光打呼噜想 而且我从来就不和男人睡在一起 这要是传出去 我怎么和杨宇交代 胡说八道 你要真打呼噜那么想 杨宇怎么受量你啊 没事 杨宇打呼噜比我还小呢 我们这叫缘分 对呀 这人哪最讲究缘分了 这没缘分的人啊 睡在一块都别扭 陈希啊 你就在小树那将就一夜吧 多到这份上了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吧 我到哪份上了 你们要干吗呀这是 陈希啊 我和你妈虽然老了 但是我妈还是于时俱进的 今天就听你妈咋 我谁的也不听 我今天晚上就要睡沙发啊 你咱就起来我睡觉了 这沙发怎么能睡人哪 这孩子 你走不走啊你 陈希这孩子吧 脸皮薄 谈恋爱谈得有点像我们那个年代 喜欢一个人怕偷偷摸摸的 难道还怕组织上批评吗 让了想 让了想 赶紧就够回够屋睡觉吧 我要睡觉了 把沙发让给我 这沙发可没法睡啊 就是啊 这么硬 这睡意晚上腰都得断了 我告诉你们 我这沙发买的时候 就是打算要睡人 特别结实 你看 看 看 没事吧 没事 你看 快吃 没事 挂了吧 怎么能 怎么可能啊 这刚才好好的 你折了 好了 这会儿天儿也不早了 沙发也坏了 各自回房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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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阿姨一晚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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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庄陈欣一晚 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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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都快睡 快睡啊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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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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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空 熊 能征 困了吗 不困了 你呢 我也不困了 我们俩这样 像不像夫妻 不像 为什么不像 你结过婚了 我没结过 那不就完了 可是我看过电影啊 电影里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电影里还演别的了 电影里演什么了 什么都演了 不看 喝酒 你睡着了吗 睡着了还会待会儿呢 嗯 我问你件事啊 嗯 你是不是去看傅老师了 是 他怎么没叫我呀 他担心你去了 他会更尴尬 你为什么不回国呀 为了把傅伯伦赶下台 为了把杨帆扶上院长的位置 为了把你 我不相信你是那种 哪种人 哪种人 从传说中的你 和你入院以来 我看到的你 不像是那种 为了利益会站到杨帆身边的人 那如果杨帆是正确的呢 你觉得杨帆的所作所为 你真的长得正确吗 我跟你说过 很多事情并不是只有黑白两边 你现在看到的是对的 也许未来会证明 他是错的 你现在看到我做了很多错事 也许未来你会发现 我是对的 这就是 别说了 别说把你踹下去 这是我的床 原来真的呀 演员里头演了什么呀 对的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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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不好意思啊 我已经好久没睁开眼睛 看到另外一个人的脸了 有点不习惯 你什么时候转过来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没睡好 犯了好几次事 那么紧张 我就睡得挺好的 嗯 听出来了 什么意思 我晚上跟你说过 你打呼的是我想个男人 你还是睡着我比较可爱 你接着睡吧 不好意思啊 长心灵 你在睡会儿吧 先别起来 我让我妈熬点粥 你醒了可以喝 谢谢啊 陈大夫 精神状态不错啊 昨晚睡得挺好吗 怎么还那么多废话 今天晚上把沙发都修好了 两个螺丝是 那比插管简单多了 我说你可真有定力啊 刚躺下二十分钟就开始打呼了 为琐不为琐啊 这你也偷听 我这也是受人之托啊 你说等着 今天读期过了 我们找房租 你就是给我检房租 回复在你那儿住了 阿姨都给我吓死命了啊 让我赶紧找法子 赶紧搬 我这个妈真是 从小插我的台 专业黑我三十年 今儿怎么没个脑妆 你起来上班啊 她不是病了吗 她歇一天 换 我刚刚跟我妈说 给她做点午饭的 走 她一个大教授 她饿不着 她饿着谁啊 主吗 主任你怎么才来啊 我跟你说啊 杜晨熙爸妈昨天来了 她爸妈睡一屋 我睡一屋 沙发还被我弄坏了 你猜她两个都不睡了 我就跟她说一会儿 我说一会儿 你听我说 你别找你找我 怎么睡啊 我们家情况 昨天都跟你说了 晨熙的生父走得早 老董是个天下难得的好人 不光不嫌弃 我这个带脱油瓶的 对这个孩子 就像对自己的 亲生女儿一样 比我都惯着她 小的时候要打要骂 都是她拦着 家长会都不让我去开呀 所以啊 从小就把晨熙这孩子 给惯得无法无天 跟谁都敢吹胡子瞪眼睛的 我看出来 你是让着她的 但是 该让的时候让 不该让的时候啊 千万别学她爸 行了吧 家庭工作报告做完了吧 到点了咱该走了 你急什么呀 我还没说正事呢 我这说重点 虽然晨熙这孩子吧 有点不懂事 可能是性格问题啊 三观还是正的 这一点我这当妈的敢保证啊 我看出来了 她还是很服你的 你不知道啊 她以前跟薛鸾在一起的时候 那可没这样 都是她说一不二 一手遮天的 我说得对吧 老董 对对对对 你说得都对 快说吧 去 别理她 她就这样 我说到哪儿了 薛鸾 对 薛鸾 其实这薛鸾这孩子也挺好的 可是俩人没缘分呢 他们不在一起就不在一起了 但是她跟你不一样啊 我看出来了 她是真心地喜欢你啊 这眼神里可是藏不住的 所以啊 昨天我跟你董叔叔我们就 你不介意吧 我不介意阿姨 我们两个都是成年人 我们有数的 好 太好了 很好 阿姨就喜欢你这样的 正人君子 我跟你董叔叔没看错人 把晨曦交给你 我们是一百个支持 一百个放心 一百个满意 你再说百分之百都赶不上了 总之 我表个态 我跟你董叔叔身体都非常好 我们俩负责给你带孩子 阿姨啊 现在讨讨讨论这个 太早了吧 小树啊 抓紧吧 你俩都不小了 千万别再拖了 老程 抓紧吧 饭菜都凉了 孩子还没吃饭呢 对对对 对对 吃饭吃饭 午饭我做好了 在厨房放着呢 我们俩赶飞机去了啊 就不聊了 我们还会再来的啊 好好好 我送送你们 不用送 不用送 感冒也不是个小事情 你得重视 按时吃药啊 人家是大夫 你给人家说这个 一不自治你不知道啊 快走吧 都来不及了 叔叔阿姨慢走啊 好嘞 二楼 你做什么电梯啊 好 楼梯 楼梯 我去找你 楚大胖 干什么去 我警告你啊 你又不准再叫我这个外号 好啊 楚俊姐姐 行了吧 来找你爸 算是吧 他不在了 开会去了 那我正上来看看你 看我 我有什么好看的呀 没有人跟你说吗 你现在很好看 你这小子 你去没过去坏了 他能开我的玩笑 我这叫坦诚 来 请你和纯真 慢画的事考虑得怎么样了 慢画的事考虑得怎么样了 还没想好 好 我也不催你 但你老这么纠结下去 真的不是事啊 要不然你跟你画的那个人 好好商量一下 叫什么来着 装束是吧 又没什么事我去忙了 你帮我个忙 什么呀 把这个 放到爸办公室里 老高的身体挺好的 平时啥病都没有啊 就是啊 上个礼拜 专家来小区免费体检 他最健康了 全都正常 还把每天有问题的 挨着个儿地说了一遍呢 不会吃什么东西中毒了吧 走着走着 就晕倒了 吓坏我了 不可能 爬山之前啊 一块儿吃得早点 煎饼油条八卜粥 我们都没事啊 就是啊 别说了 都回去吧 都走吧 别在这儿捣乱了 闹死我了 那不行 我们得看着你啊 看着我干什么 这患者的血糖都二十多了 这么高啊 不说什么呢 你们这医院的什么破气器 刺的什么这 我 我的东西 别激动 别激动 不准着 不准着 先别激动 您先别着急啊 一次的检查结果不稳定 就是个参考 咱们待会儿还得仔细问点问题呢 我先给你打一个营养针 咱们再问 好吧 谢谢你们几位把高大爷送过来啊 现在呢医生也了解得差不多了 他家人也快到了 接下来我们还要给大爷做一些详细的检查 那咱们各位就先回去吧 好吧 好 那我们就不添乱了 好 好 好 老高我等病好了 再请你报个平安啊 报什么平安 我一直都喊平安 平安平安 平安 最近市里啊要开展打击号贩子的行动 你这个部门要全力配合 对外要及时宣传 特别要注意在网络上及时更新消息 还有你那个发言稿我也看了 虚词套话太多了 我不是早就强调过吗 一定要简单高效 求真务实 宣 杨 宣 宣 宣哪 杨主任啊 宣宣可真是出戏了 这有什么呀 不过发表一篇论文罢了 哪儿能那么说 这可是肿瘤学呀 那是直接入选SCI和EI的 并且是SCI的核心期刊 我又萱萱那么年轻 就能在如此重量级的期刊上发文章 那前途不可限量 这里好好亲和一下啊 要问这样晚上 我在汇丰楼定一桌 给你和萱萱进宫 夸张了 夸张了 小孩子庆什么宫啊 不是 这不重要 你还有那么多事 你去忙吧 那行 那我先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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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大爷 您两年前确诊糖尿病 一直有常规用药 您放心 我刚才给您开的那个营养药 是按照您之前看病的医嘱开的 待会儿内分泌的程大夫来会诊 程大夫您手吧 手 以前来这儿看 都是他给您看的 是吧 是 您今天忘吃药了 油条煎饼一起吃 血糖就上去了 对吧 我这不寻思着 要运动嘛 运动运动血糖倒不就上不去了 谁知道 吃药吃习惯了 成医来了 糖尿病是慢性病 得靠药物控制 可不敢随便停药 否则特别危险 行行行 知道 还有一件事您得告诉我 哪个单位去你们小区体检的 血糖膏愣是给查正常了 免费体检也不能这么糊弄啊 别耽误别人看病 我得找他们去 姑娘 你别去 你可千万别去 那个体检是没问题的 大爷您看啊 这也不是营养针 这是胰岛素啊 行行行 打吧 打吧 体检没有问题 那这血糖怎么降下来的 我知不知道要体检了吗 体检把药给吃了 大爷 您这怒虚作假的 您查给谁看啊 怒虚作假 那你们小姑娘啊 赵个相啊 就用PS 涂涂抹抹的 弄得一个个溜光水滑的 为了给谁看呢 人老了就不能要个面子了 你比这个 你虚荣啊 高大爷 虚荣怎么了 你们小姑娘 就比谁能漂亮 那人老了她就比 谁身体好 谁能活得长 也就比个这个了 这怎么虚荣了 大爷可想虚荣啊 虚荣 没的时候 体温高 心机美也高 咱今天下来会对 好的 天员好 主任 这么眼圈越来越黑了 这几天勒着了吗 睡得确实有点晚了 做那个移动出诊平台的项目 计算机方面遇到点麻烦 不是要做网页吗 做网 正学着呢 又要上班 又要做项目 又要谈恋爱 还不忘操心人家陆晨熙的个人问题 你撑得住吗 您这么一总结 我怎么突然觉得自己好呢 您干 我以前怎么没发觉自己这么有钱的 看来是你鞭策得不够 这可是你说的啊 你等着瞧 我还就爱敢鞭策你这种事 别别别 主任啊 开玩笑了啊 好了啊 我 我先忙去的 等等 陆晨熙家的门牌号码是多少来着 七号楼A大院二层 你要去串门啊 没事 谁敢问问 现在血糖是降下去了 打完点滴您就能回家了 以后您可得按时吃药啊 实在不行您设个手机提醒吧 您要是不会我教教您 这 手机是个提醒我还不会了 孩子 大爷是咱们国家 最早开始写家玩的那批人 我玩计算机的时候 你还认字呢 您是软件工程师啊 真没看出来 这话怎么讲呢 你以为大爷就是那 光辉看报纸那个退休老头啊 这可不能怪我 按说软件工程师是高科技人才 可不会像您这么 怎么着 说 你不说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啊 你不就想说我不按时吃药 还假装健康 这种行为很愚昧 很自欺欺人 对吗 您放心 您得糖尿病这事我们肯定保密 您不想让朋友知道能理解 我意思 哎呀 人老了还能比什么呀 也就比个身体 比个孩子 孩子我是比不了了 三十六啊 也不让人省心 就是不愿意结婚 别人都抱了孙子 就我没有 可这身体现在出问题了 你说那些天天也不锻炼 身体弱了八计的人 他血糖还就不高 你看我这个 我能动勇 能跑半马的人 他偏偏就血糖高了 你说你让大爷到哪儿去说理去呢 姑娘 你多大了 三十二岁 结婚了吗 没见 也是个让人不上心的 我妈可开明了 不着急抱孙子 少来这套吧 那是没办法 开明 开明都是让你们这帮家伙给逼的 我还得去看别的病人 那个 一会儿程大夫就来看 得 我一说这个就跑 跟我们儿子一样 对了 大爷 您是软件工程师 那您会做网页吗 会吗 不就是网页 PSP GSP吗 那叫事吗 对您来说简单 对我们学医的来说太难了 我们有一个医生 想做一个移动出诊平台 需要做一个在线咨询的网页 就他那电脑水平 我头发都揪光了 你做不出来 找人做吧 又没有经费 您愿意教教他来 那还费那事干吗呀 拿来 大爷给他写 我不要他钱 写个网页算什么呀 真的 谢谢大爷 不客气 我让他当您的私人保健医生 好 陈小聪 陈小聪 赶紧过来 你救星来了 他去找杨院长了 院长 您看 这是最新的模型曲线 危机委的数据 对 三年前公布的 从这些数据上来看呢 获判的心梗 脑梗 等急重症患者 是因为不了解发病先兆 没有及时就医 错过了黄金抢救事件 而导致后遗症 甚至死亡了 院长 这是美国加州 和佛罗里达州的最新数据 您看 他们的死亡率是多少 不要等我问为什么 说吧 他们的死亡率低 是因为他们的第一分诊 不是急诊 而是院外 医院有电话热线 或者是网上咨询 病人如果感觉到不舒服呢 可以第一时间和护士沟通 护士视情况报告给医生 医生来判定严重程度 看病人是需要静养休息 预约门诊 还是通知救护车 接病人来急诊就医 这种服务我们医院也能提供啊 院长 请看医院长 市内感觉到不舒服 怎么 我现在真是要 你怎么不过估计啊 我说不过估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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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过估计啊 我说不过估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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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苦福啊 你乔姨一个月就做一次红烧待遇 要不是陆晨熙年早一上午 怕你没饭吃 我才不割碍呢 周叔叔 人家陆晨熙父母走之前 给我做午饭了 你看我把这个忘了 丈母娘怎么会饿着女婿呢 你这说什么呢 哪有什么女婿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我看很有可能 而且很好 怎么啦 怎么了 我前天去见个福伯文 你这个价格表是 这个是给患者宣传和推广的费用 也就是打广告 第一期我们会控制在本院患者 所以不用花多少钱 还有就是设备的费用 包括我们会请专业的工程师设计网页 租赁服务器 再加上网站和热线值班的医护人员 要给加班公司 我 陆晨熙 钟主任不用给 我们无偿 这一切核算下来 半年的实验期不会超过二十万 喝点水吧 谢谢院长 等第一期取得的成果 我们就可以申请国家科研临床研究基金 等到了第二期的时候 院里就不用再出什么钱了 有点意思 不过 我现在刚刚代理院长 一些细则还不是很清楚 关于动用院里 人力资源 还有资金审核方面 要谨慎考虑 等我把手头的工作都熟悉了 开个院务会之后 再给你答复 那得 材料先放到这儿 再等等 行 那院长 我先走了 好 你先去忙吧 来 谢谢院长 院长再见 这病人前天夜里开始 上腹和其中痛 发热 今天早上转移到右下腹痛 我刚检查过了 碍事点压痛 反跳痛明显 腹剂紧张 体温三十八 白细胞一万七 中性粒细胞百分之九十一 血减 毕超 我看像是化膿性蓝维疑穿什么吧 是穿了 这你们能立刻收了手术吧 我看颜样 来 松手 别紧张 疼吗 下腹子 这 这儿呢 有点 这儿呢 疼 疼 慢点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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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应该尽快手术 但是现在床位上确实是 也有床位紧张留我们这儿观察 天天该你们收的病人 全革我们这儿观察呢 这观察室都快满了 出了事谁负责 对吧 你说得对 这个家床我也收上去 就是 杨宇 快来帮帮袁大夫 过来贴病人了 来喽 行啊 陆晨熹 现在还真有点 急诊大夫的范儿了 跟各手术科室掐假 胸外捏得一是同仁啊 该掐也得掐 放心 绝不后织过敌 拜拜 来 忙吧 喂 真生气了 生什么气啊 我逗他玩呢 我不是说袁大夫 我是说陈绍聪 昨天晚上这小子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他刚才跟我一说 让我劈头盖脸的呸了一顿 你别生气了 也不能全怪他 谁让我有一不着调的妈 专注黑我三十年 从我二十五岁就觉得我要嫁不出去了 咱愿谁嫁不出去 你也嫁得出去啊 就看你要什么样的 哥 你可真是我亲闺蜜 这马匹拍的 有多拍啊 我说的是真的 我特别佩服你 庄大夫那么疯狂地追求你 今天高尔夫 明天小山顶的你都没答应 陈绍聪就送我回了两趟家 我就跟了他了 想想我都吃亏 说什么呢 庄叔对我那不是追求 还不是追求啊 你说这两个月 你给人添了多少麻烦 人家帮你淡了多少事 帮了多少忙 不打死你都已经算真爱了 好不好 你这会儿又是哪头的了你 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你自己想想 好吧 那也不是你想的那样 他这个人对谁都好 好的 坏的 蠢的 在他面前 那叫一个大爱无疆 他对我跟对别人没什么趣 那你还想让他对你怎么样啊 跟着你跟所有的恶势力做斗争 你看谁不顺眼 他就冲上去跟人死掐 是吗 他倒也不是 说实话 我是觉得 我也没什么女人味 又爱惹麻烦 现在还被打到急诊来了 我觉得我配不上他 他只要不烦我 我就烧高香了 我没有想过再进一步 那你觉得 陈绍村跟我在一起 他是不是亏死了 他赚死了 那个不靠谱的他找了你 才应该烧高香的 得了吧 陈绍村知道我家的情况 现在还能对我这样 我真的已经很满足了 即使他以后成不了什么事 帮不上我家什么忙 但是有这么一个人陪着我 还是觉得心里踏实 你说你跟庄大夫在一起 人家又不图你啥 是吧 你再这么思前想后的 我可告诉你啊 现在院里已经有很多 蠢蠢欲动的了 如果你再不抓紧 他得随便抓一个回了美国 你可别对着我哭啊 都敢 我最早来了 这就对了 老夫不愿意承认 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这关系到他和修院长的名誉 那我不好还要追究法律责任 这让谁也不能轻易接受 是我太冒失了 你已经很克制了 这件事 毕竟在你心里压了三十年 有时间 我去找老夫聊聊 没什么用 您说得对 没有关键证据 很难让他们认错 见着陈希的父母了 怎么样 老程和老董有意思吧 是啊 两位老人都很热情 也很善良 那陈希呢 也不错 不错 仅仅是不错吗 他是个很优秀的大夫 而且人品端正 是个难得的人才 能不能说得别像平直称啊 你对他 你对他就没有一点喜欢 有 恐怕还不止喜欢 我可能会爱上他 好 好 太好了 你们两个家庭 都因为这件事情遭受了不幸 如果后辈能走到一起 获得幸福 不再被往事纠缠 也算是冥冥之中 自有天意啊 这些日子 虽然你们俩经常鸡炒格斗的 可我真的觉得 你活得越来越像个人了 不像刚来那会儿 冷冰冰的 从这点上看啊 你应该感谢陆晨曦 周叔 您是任何最了解我的人 也知道我为什么会过 我心里有一团火 陆晨曦一旦靠近 我真的怕我自己会灼伤她 同时也在害怕 她会把我这团火浇灭 小斌 我相信 你目前的案子 有一天会查清的 你应该和陈希在一起啊 如果查不清呢 就算是我跟她能走在一起 难道我要瞒她一辈子吗 她要是知道了我是谁 能原谅我吗 她那时候 受伤害的就不止陆晨曦一个人 还有她妈妈 她的养父 这又是一个家庭啊 我真的不敢赌上陆晨曦的幸福 或许 或许你可以试着告诉她 陈希是个懂事的孩子 她应该会理解你的 爸 我回来了 今天怎么这么晚啊 吃饭吧 爸 咱今天别在家吃了 走 儿子请你吃海鲜大餐去 什么名义啊 您没看那篇文章啊 我就知道是你放到我办公室了 后续自己拿到了吗 今天中午就收到NIH的邮件了 他们很认可我的调查 一次就辟了我两年的科研基金 我现在完全拥有自主权 可以自己做Principal Investigator 听着不错啊 接下来做什么 现在的调研发现啊 在嘉林市的抽样中 我们先锋公司的化疗药 在胸外恶性肿瘤患者中的使用比例 高于所有其他公司的化疗药 而且差异非常显著 我后面要深入研究 为什么先锋公司的化疗药使用比例高 还真得您提供专业支持啊 想法不错啊 不过中国的消费市场比较复杂 可不是靠一些临床数据 一下子就能说清楚的 你这个象牙塔里出来的脑子 不一定应付得了啊 回美国吧 过几年再做PIA来得及 先把Qualify考试过了 把博士学位拿下来 这是正事 爸 您这个思想可有点外行了 搞医学科研的都知道 博士好拿 基金难深 我现在这么好的机会 您是要让我放弃啊 我再说一遍 先把博士学位拿下来 我不赞成你做中国问题 你从本科开始就是在美国上的 接受的是美国的教育 美国的学术培养 你的思维完全都是西方的 不适合做中国科研论题 你的这篇论文 就算是一个好看的资历 也不错 过两天抓紧回美国吧 爸 我 我回美国 到明年年底之前 把博士学位考下来 我要在夏天去参加你的博士毕业典礼 今天就在家吃吧 你见我的那顿海鲜大餐 总归会让你补上的 爸 晚安 吃吧